OK,所以刚刚的那个程式,基本上就是 Mence-CEA,特别注意就是说 基本上那个清单,当然在Excel里面其实是相对方便啦 OK,可是有的时候Excel毕竟它是付费软体 你并成说你必须要付费才能使用它啦 还有一个一点就是说,它毕竟有些东西是套装的 就是说它有这个功能你才有办法用 但是很多功能其实它没有加进来 像Python里面延伸的东西套件其实还蛮多 像那个后续的机器学习跟深度学习 这部分在Excel里面基本上就比较没办法 OK,办得到 但是在Python里面因为它延伸的一些免费套件 其实相当相当的多 所以如果说你假设 把这个基本的Python学会之后 然后慢慢的话也熟悉它引用外部的套件 引用外部的模组 像我们input random实际上就是引用外部的 不是,跟这样引用那个模组啦 也不像外部的 其实是内部的Python本来就有的 但如果你想引用外部的话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相关的套件或者模组可以用 其实讲白话就外挂啦 所以这个外挂目前在Python的官网上面 有几十种的外挂 已经有人帮你写好了 所以基本上你要学的话 基本上就是学会怎么样 如何去把那个外挂加进来 然后并且把它input 并且懂得去使用它 基本上就已经很厉害了 很多程式说真的你也不用重新说 从头自己写啦 因为基本上你想得到的东西 绝大部分都已经有人帮你写好了 那你比较重要的是 学会怎么去使用别人提供给你的这些套件 它这些套件有哪些功能 你会其实基本上就OK了 比如像像举个简单例子 像那个语音辨识好了 像我常会遇到就是说 我上课 上完课之后 我希望把我上课 这个我讲的把它变成字幕 那这部分的话当然哦 如果说我们要靠以前的方法 人工打字的话 那很浪费时间 我只要慢慢打字幕 我打字幕时间可能比上课时间还长 刚好那个什么 python里面有那个所谓的 就是语音转文字的这个套件 那我就很简单嘛 我只要把这个套件引用进来 那我只要把我上课的影音档丢给这个套件的方法 它帮我处理 然后input就是我的影音档 output呢 它就帮我把什么 把字幕档产生的 那接下来我如果要上字幕的话 像你们有看到我影片 或者字幕啦 虽然那个字幕 有些地方也许不完全正确 因为它是语音辨识出来的结果 但基本上对我来说 已经大大的减轻很多负担 OK 所以基本上我们后期要学的 基本上就是如何学会python 使用那个外部的相关套件 然后呢 给它一个input 得到我们的output OK 类似像这样啦 所以也许你也不一定说什么东西 都要从头自己写啦 因为从头自己写太复杂了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猜数字游戏 OK 那其实 不是 猜拳游戏 那这个猜拳游戏呢 基本上跟那个 刚刚的这个程式逻辑 基本上也是差不多类似的 那各位有没有发现 当然这是我想出来 比如说剪刀石头布 那基本上的话呢 我们来run一下 基本上当然这个规则很简单 那因为呢 剪刀石头布 如果说我们用输入文字的方式 比如说输入剪刀 输入石头 输入布 其实很容易输入错误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很麻烦 所以后来我就想一个方法 不如我们就用1234 取代剪刀石头布 跟结束游戏 OK 另外的话呢 我还写了一个防呆 什么防呆呢 如果他输入的不是1到4之间的数字的话 比如输入5 那我要防呆嘛 如果你没有防呆 所谓防呆就是输入不正确的数字 或者是说他输入不是数字的话 那应该怎么样 把它挡下来 有没有 就是基本上就不要让他run 假如说我今天是这样 要跟电脑玩 剪刀石头布 那假如我今天出了什么 出了剪刀好了 这个时候的话呢 电脑就要random了 就是用random一样的方法 只是说那个random的话 它是在那个1、2、3之间 帮我取一个值 OK 所以那个random range的话 就1到4 OK 然后呢 取一个值之后比对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 当然结果不外乎 一样会有三种 不外乎就我赢了 不外乎就我输 不外乎就平手 有没有三种 所以其实逻辑还蛮好掌握的 只是说呢 要怎么样可以正确的得到我要的结果 这个可能要思考一下 假设模拟一下 我输入剪刀 OK 那我出剪刀之后的话 刚好乱数得到的也是剪刀 因为它乱数得到也是1 1跟1刚好平手 那如果我今天输入好了 我输入2 诶诶又平手 输入3 不会又平手吧 诶没有 OK 那假如我输入3 3的话就是不 不的话呢 刚好它出10头 就是random的值是2 所以我赢了 OK 那最后的话 如果不想玩的 我就输入4 结束游戏 OK 它就跳离了 那一样 这一题的话呢 我也没有设定说 它会跑几次 玩几次游戏 其实理论上这一题 还可以再改写 可以用4回圈 或者说你可以再加一个计数器 就是说让它跑了几次 并且的话 做一个加总 比如说到底谁赢几次 谁输几次 比如说玩10次 最后是谁输谁 我觉得会蛮有趣味性的 那只是说呢 我后面这部分还没写 剩下来的话 也许有兴趣的同学 其实可以把这个做一个改写 甚至的话 你可以利用类似 不一定是剪刀、石头、布 你可以有别的游戏 大概也是差不多的逻辑 把它用同样的逻辑做一个改写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大概说明一下 程式怎么写的 OK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第一个 大家了解一下 1到4 是剪刀、石头、布 然后一个结束 如果输入4的话 那就退出游戏 所以哦 如果今天我输入4的话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一样就是input一个random 就是要乱数嘛 那再来的话呢 我产生一个boolist 一个list 一个串列 那里面的话基本上就放什么 放剪刀、石头、布 所以这三个 一样啦 我是把第一个 把它怎么样呢 避开 那为什么避开 前面讲过 因为呢 如果有一个串列的话 它编号是从0开始 那0很麻烦啊 假如我现在输入1 那1的话 如果剪刀放到0 我必须要把它剪1 很麻烦 所以像我的习惯 通常把它避开 那这边从1开始 刚好1、2、3 就是剪刀、石头、布 我是觉得这个方法 还蛮ok的 这也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方法啦 因为以前在教Java 教Java的时候 常常就遇到类似的问题 头很痛 所以后来发现 其实干脆把它避开就ok了 所以这提供给各位参考 当然啦 如果你以前有学过其他语言 你很习惯的话没关系 你不要避开没关系 只是说程式可能要稍微改写一下 那再来的话呢 那一样 我画回圈 你会发现 结果画回圈有的时候 很懒的去想说后面应该怎么样判断 所以我的习惯是 先一个File 反正就让它一直跑 只是说呢 一定会有个出口 什么出口 就是呢 当那个输入的值等于4的时候 等于哦 特别注意哦 一定是两个等于哦 两个等号 两个等号才是比较哦 一个等号是什么 把后面的值赋予到前面哦 OK 这个可能不一样哦 刚刚有同学 蛮热心的把相关说明贴上 OK 其实大概概念是这样啦 那我们如果等于4的话 记得哦 就是Break 那如果不是的话 那其他就是在做一些比较 那做哪些比较呢 第一个哦 我们一样呢 电脑先出题 电脑先出剪刀时候 所以哦 电脑 我们一样用random range 然后呢 在1,2,3里面取一个值 所以 当然为什么 你想说老师 为什么你这边前面画一帽号 1这个地方不先做逻辑判断 其实说真的 有时候蛮懒的 所以有的时候 假设我希望程式就继续跑 我的习惯是 先直接输入画一帽号 然后后面的话 在想说哪边结束 所以再来第二步 Break 然后呢 在这个上面呢 就输入什么 反正乱数的都要有值 然后再来就是 使用者输入的值 OK 再来的话 就思考说其他的 几个可能的逻辑 所以其他可能逻辑的话 不外乎就是什么 最简单的就是什么 答对了 不不 跟你讲 平手 平手最简单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出的 假设是剪刀 1 他也是出1 就剪刀的话 那当然 我这个地方呢 就根本不需要做什么样的判断 电脑出了什么 就平手了 OK 假设我出剪刀 他也出剪刀 平手 这个比较简单 比较麻烦的是 就是什么状况是我赢 跟什么状况是我输 OK 其实逻辑也不困难 基本上呢 我就把这个我赢的所有状况呢 都把它列出来 那就OK了 那只是说呢 会有三个 那三个的话呢 特别注意 记得呢 在里面用end 这个 这个就是我出的 end的话 应该是我出 我出石头嘛 然后呢 他出剪刀 这个就我赢 所以第一个 第一个嘛 第二个就是什么 我出剪刀 他出布 这个也是我赢 第三个的话呢 我出布 他出石头 OK 这三个 那记得 我这边的话 习惯上 我是加个刮弧 先执行 这个 或这个 或这个 OK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没有刮弧 他就不知道说 哪个部分要先做 哪个部分要后做 这个地方 可能要特别小心 第一个 或第二个 或第三个 其实这个就是 这个也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一个逻辑判断 当然呢 这个范例 其实是从以前教Java的时候转移过来的 以前写Java的时候 非常非常复杂 OK 现在我基本上把它简化了 程式当然越简化越好 再来的话 AOSIF 就是我输 什么状况是我输 就是当我出什么 剪 石头 当然电脑出布 那我当然就输了 或者是说我出了剪刀 他出石头 或者是说 我出了布 他出剪刀 那当然我就输了 所以把这几种列举出来 其实就跟上面一样 那这样就完成了 所以基本上的话 这个程式逻辑非常单纯 OK 那执行的话 类似这样 当然如果我出剪刀 有没有 那因为乱输出来是1 就平手 我出石头 哎呦 奇怪什么都一样 那如果出布呢 又是平手 当然这个程式的话呢 你们可以再改写一下 就是也许就是说 上面可以再提示说 我们假设只能总共拆10次好了 OK 所以呢 这边的话 你可以怎么 把这个换回圈 也许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缝回圈吧 然后让那个使用者拆10次 只是说拆10次的结果 你可能要把它记录下来 那你要怎么样 把这个输赢的结果记录下来 也许这里面也还需要一个变数 那这个变数的话 就是记录谁输谁赢 OK 也许次数也许用C1吧 然后呢 输赢的话也许是C2 然后最后把它加总 拆了10次之后 你赢几次 电脑赢几次 所以最后谁赢 也许这样其实 可以稍微把它改写 那这一个游戏 基本上这个可用可玩的程度 当然就大大提升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那这一题的话 基本上呢 我有把那个 我刚刚写的程式来 一样把它放在云端白板上面 各位可以参考 第26页 OK 那我画面还给各位 各位